提起港台剧《盛行那个时代》 大家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各色的美女 亲艳脱俗的王祖贤 霸气妩媚的林青霞 娇俏妩媚的邱淑珍 还有曾经香港最年轻的 港界清秀精致的蔡绍芬 很多人认识蔡绍芬是从《真宣传》的皇后开始 那剧《臣妾做不到啊》实在是太经典了 其实年轻时的蔡绍芬可以说是万众瞩目的星星 1998年蔡绍芬凭借《妙手人心》 荣获万千星徽颁奖典礼最佳女主角 2000年与萱萱、陈慧山 郭可寅被称为为TVB的四大花旦 星途无量 而在这期间 蔡绍芬与当时迅速爆红的小虎队成员之一的吴奇隆相恋了 1999年,吴奇隆街拍《原》 《妙不可言》与蔡绍芬共普恋去 同年蔡绍芬就公开了和吴奇隆的恋情 那时候的她们还不是很红 不过知名度还是很高 被视为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很被看好的一对 可是在一起三年两人就分手了 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 有知情人称 相恋三年来两人都忙着拍戏 聚少离多 又一直都背负着家庭的巨额债务和来自演艺圈的各种压力 压得她们几乎喘不过气来 与其在一起痛苦 不如分手,各自寻求幸福 之后蔡绍芬来到内地发展 2003年因出演《水月洞天》 而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张静 当时的张静刚从幕后转到台前 从以前的舞指和替身 变成了爬在底层的小演员 可以说从身份到外貌 张静完全配不上蔡绍芬 可是最不被看好的一对到最后往往才是最幸福的 如今,张静事业有成 依然对蔡绍芬疼到骨子里 而蔡绍芬也成了炫肤狂魔 话里话外都说张静的好 话说蔡绍芬的老公越来越帅了 比吴奇隆更有形 而且张静演技不俗 也是实力派演员 非常的宠爱妻子 大家都艳羡不已 那么多年过去了 蔡绍芬她们的情感没有变淡 反而随着时间发展向就一般越酿越醇香 私下李张静会细心地帮蔡绍芬整理着妆 按摩手臂 吐槽蔡绍芬的普通话被听到了 会微笑求饶 称 出来混 时早要孩的 事实证明吃饭的时候别乱说话 正如蔡绍芬宣告两人结婚时所说 我爱她文武双全 对朋友忠诚 对工作认真 对我就真的更好了 蔡绍芬活成了所有人都羡慕的样子 她们一家四口的合照非常温暖 幸福 两个女儿长得像妈妈一样美丽 十分可爱 听说她们还要再生第三胎 肉麻到让人受不了 蔡绍芬简介 英语 Aida Choice Fund 1973年9月17日 籍贯广东潮州 香港著名女演员 前无线电视女议员 曾是无线2000年代初的四大花旦之一 时曾被誉为千禧年代无线五大当家花旦之一 至今依然保持最年轻的香港事后制记录 现时活跃于中国大陆香港两地电视圈 主力拍摄两地电视剧 同年时蔡绍芬父母已离异 她和哥哥蔡绍雄跟随母亲生活 曾就读东华三院关启明小学 1986年毕业 德珍女子中学 威灵顿英文中学 圣马嘉丽女书院 奎永分校 新法书院及陪正中学 蔡母曾经逝赌 并欠下巨额赌债 蔡绍芬出道后 曾辛苦工作为母还债 2000年 蔡绍芬因不堪重负 宣布与母亲脱离关系 2003年之后 母女重归于好 蔡母成功戒度 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 蔡绍芬曾经获香港富商刘鸾雄 大刘 耗资百万港元 为她庆祝18岁生日 此事成为当年一时佳话 及后裔盛传刘鸾雄 送她总值数千万元的多个住宅单位 1999年曾与男星吴奇隆相恋 2007年12月10日 蔡绍芬向传媒发出新闻稿 宣布将与中国大陆演员张静举行婚礼 张静为中国武音级运动员 曾获全国武术冠军 并于第七届全国运动会摘取金牌 退役后进入演艺圈工作 或许你也爱观看